館體設計那個秉級那個題目 那題目裡面就是 考這些東西啦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 想要專研 還有就是你可能下班之後還有點時間的話 真的可以花一點時間研究一下 因為這部分會增加你 這個程式設計的能力 那你以後放迴圈也可以改寫成別種迴圈 也都可以的 這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那只是說 這個是需要時間的 那這也是一種素養 就是說 以往我們需要的是資訊應用素養 現在慢慢我發現好像慢慢大家需要資訊的設計素養 設計 你會發現好像台灣慢慢又要進化到 設計的那個階段 因為好像 應用類的或者是勞力秘籍類的工作已經 一去不復返 為什麼因為 已經被 大陸啊或者東南亞給給取代觀光了 剩下就是design我們還可以 然後再加上一點點創意 因為這種東西設計跟 設計跟創意 其實是無可取代的 因為每個人腦袋裡面的東西不一樣 你沒辦法跟那個有點像客製化 獨特性的東西 你設計出來的就是你的 我設計出來就我的 這東西說真的 比較不好教 但也不好學 不過他的 附加價值也比較高 那比較賺錢的那種 產業像是 Apple 或者像Google 其實他們就靠著吃飯 很多東西 他的服務他的service 也是獨特性的 很多是獨特性的 然後呢 他是用 軟體設計的方式給你服務 利用這樣賺錢 其實也是 還蠻厲害的 可以一年賺 1400多億美金 而且 都是進 進賺的比較多了 毛利 毛利超高 不像我們那個毛三道四 賺那一點點 做得很辛苦 所以我們是血漢工廠 加什麼 加 這什麼 加新鮮的肝 所以年輕的時候就是要賣肝 產業嘛 就是 等到年紀大之後呢 就一腳把你踢開了 像現實面沒有辦法 這個 現在就是這樣子 所以 那如果你不是 那個產業的話 你跳開來 你會發現毛利 毛利高的話 為什麼Google他可以 像那個什麼 實習大樹那個電影裡面 他一坐下來那個大樹一坐下來說 我要吃這個 後來他結帳說 全部不用錢 全部不用錢 那個我還要再點一下這些這些這些 所有都不用錢 在Google裡面 全部都不用錢 而且他好像進 那部電影還蠻有 他在講那個 Google 怎麼樣爭彩 的一個電影 在暑假的時候上映的 我剛開始不知道 這部電影在講Google 一看完就發現 全部都是在Google拍的 有兩個很有名的明星 他們中年失業 就不知道找什麼工作 看到有那個 真材廣告 就是說 什麼 什麼 什麼